好了 摩西已经去除干净 欧阳小姐休息一阵子 应该就能够恢复了 柳明放开了手 淡淡的说道 多谢柳兄 欧阳琴低手点了一下头 轻声道谢 轻姑娘不用道谢 再想答应在这块废墟当中 要尽力的保护你二人周全 这些都是应该的 柳明淡淡一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便自顾自得走到了另一处角落 坐了下来 他单手一翻转 把玩着手里的黑色圆环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 经过一番尝试 他似乎又隐隐掌握了 此宝的一些其他作用 此环毫无疑问 是一件被炼制出来 专门克制磨器的宝物 不过他似乎还无法操控自如 不过他相信只要多加摸索 肯定能够将此宝掌握的 柳明心中这么想着 手一翻 将黑色圆环收了起来 并取出了一枚金元丹服下 开始打坐调息起来 三天之后 太清门临时驻地的附近 一座十余丈高的小型山岗之上 一名金袍青年与一名青袍青年 正副手而立 眺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低矮的山峰 两人正是金天次和柳明 和魔人这一场大战 柳师弟的手段 可是让我这个做师兄的 再次的大吃一惊啊 金天次缓缓地说道 金师兄过奖了 我也只是侥幸而已 要不是师兄已经重创了魔人 我也不可能有得手的机会 不知师兄下面有何打算 柳明摇摇头地回道 柳师弟倒是谦虚得很啊 想必你也已经发现 如今进入着废墟不过月许 各大势力已经开始彼此厮杀了 万魔大陆的魔人你也见识到了 不仅实力强悍 且身具真魔之气 十分难缠 远不是魔群宗那些弟子可比的 而囚龙子他们遭遇的要求 若是我猜想的不错 应该来自于蛮荒大陆 也是天赋神通十分了得 如今我们实力受损之下 只能暂且地退居此处 先待上个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等大多数弟子伤势恢复了 再做其他打算 金天次踏着狗气地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好在按照以往的经验 我等能在废墟中滞留的时间 还算长久 这点时间也是能够耗得起 柳明文言一阵漠然后 也点点头地说道 先不说这些 刘师弟竟然没有答案 这几日倒也不用在此陪我等静修 此处山脉附近 虽说看似一片荒凉 但却存在一种叫做陨星矿的矿脉 金天次画风一转 突然淡淡的一笑说道 陨星矿 我还真没有听过此矿石 还望金凶指教一耳 柳明文言一愣 陨星矿乃是炼制高阶阵旗 以及一些法阵的一种增益材料 法阵中若是参入此材料 并可以借助些许的星辰之力加持 使阵法的威力大增 陨星矿也是宗门内非常稀缺的资源 听闻师弟前段时间横扫悬榜 应该有见过相关的任务吧 金天次目中金光一阵流转 轻笑一声地说道 柳明文言神色突然一动 之前自己确实在悬榜上 见过有寻找矿脉的任务 且有一些珍稀的矿石所换取的贡献点也是颇多 几十万上百万都有 但是碍于这些矿脉极其难以寻找 且宗内也不能提供相关的信息 估计会颇为的消耗时间 所以他也只是稍微打听了一下 便决定放弃此类任务 并没有仔细研究过 此脉较较为罕见 我也是因为对星光之力感应会强一些 才会感到附近会有此矿脉的 只不过无法确定其准确的位置 眼下队伍之内能够独自行动之人并不多 我现在无法翻身 柳师弟若是愿意去寻找 即便是教育中门换取贡献点 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获 金天次一脸平静的向柳明提议道 既然金师兄主动加以指点 师弟自然不会放过这等好事 就跑上一趟吧 柳明瑞以思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一口答应了 很好 此阵盘可以感应到一些珍稀的矿石所在 师弟先拿去用吧 不过切记 Rush遇上枪敌 切无硬拼 金天次手指轻轻一动 取出了一面但颜色阵盘 在虚空之中一个旋转后便落在柳明手中 金师兄放心 师弟明白其中厉害 柳明点点头的接过阵盘 凝重的说道 有师弟出马 我也就放心了 师弟尽可能快去快回 若是真遇到什么意外 无法马上回来的话 也没有关系 尽量的先保证自身的安慰 金天次用关切的语气说道 柳明自然慢口答应 就身体一动的化为一道黑光 朝远处破空而去 金天次站在原地 看着柳明远去的洞光 收莫微眯的 不知在想些什么 金师兄 你还真放心柳师弟 独自一个人外出 就不怕他碰到那些 蛮荒大陆的妖羞吗 突然附近一棵大树后 发出了一阵叹息 接着人影一晃 秋龙子竟背着长剑 走了出来 若是连一些妖羞都对付不了 柳师弟以后 又如何成为本门的密传弟子 今天刺头也不回的说道 竟似乎丝毫不觉意外的模样 翠道也是 若不是师兄当年 先是见完意外被毁 后遭众多强敌围攻暗算 让修伪竟从天相境 一路跌落到凡尘 并重新修炼一番 区区一名天相魔人 又怎么能够放在师兄的眼中 毕竟当年太清门的金烈羊 密传弟子第一人 当年又有谁人不知道的 求龙子文言 叹了一口气的说道 看来师弟又忘了 金烈羊是金烈羊 金天刺是金天刺 而这不是同一个人 当年的他 要不是事先 先准备了一具肉身 并在陨落前 让一缕残魂逃回到了宗门 再次重新记魂俯生 又怎么可能有现在的我 不过 若不是为了这次废墟之行 和重修昔日被毁的那颗剑蛮 我也无需压制修为的 早进阶天象镜 但话说回来 先前遭遇那天象魔人的时候 我若真的放弃压制修为 全力施展那几门神通的话 纵然能够将那天象魔人击退 自己恐怕也会当场 进阶天象镜 再也无法在废墟 多滞留下去了 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绝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金天次淡淡地说道 这倒也是 不过这样一来金师兄可是束手束脚 根本连十分之一的实力 也无法发挥出来的 秋龙子点了眼头 又有些发愁地说道 纵然我无法全力出手 不是还有你和柳师弟吗 柳师弟不说 其已经修成的剑丸 足以对应天象镜以下的任何强敌 至于师弟你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现在的表现出来的剑修之术 根本不是你真正的本事 你虽然一直无法修成剑丸 但改修那一门太古剑道秘术 如今应该也已经有小成了吧 金天次突然双目以咪地说道 没想到金师兄连这件事情也知道 不错 我困在真丹镜如此多年 想要再进一步 除了修成剑丸之外 也只有另寻他法了 不过 我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门太古剑道秘术 但其却有不少缺陷 并有近似于练体式的神通 平常必须封印自己肉身 只有在遭遇大敌时 才能够解开封印 动用此术的 因为刚有所成 所以在解开封印的情况之下 我根本无法坚持太久 而且一旦动用此术 还有不少后患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同样不敢动用此术的 球龙子先是已惊 随后苦笑地回道 今天自听了 先是一证 随之有些无语了 半天后 六名寻着查探阵盘的指引 终于找到了今天自口中的矿脉所在区域 不过采集和探寻如此珍惜的矿脉 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他干脆在附近 开辟了一个简陋的离石洞府 并在洞中朝天一仰手 八道大蓝色阵旗飞射而出 飞插在了山洞的各处角落 一侧蓝色光幕一转之后 便四散开来 将整个山洞都笼罩在了中间 又闪了几闪的凭空消失了 做完这一切后 他才不紧不慢地夺步走到了洞府当中 找到了一处空地盘袭而坐 轻抚腰间 荧光一闪 但银似在虚空剑囊浮现而出 剑囊开口处骤然一松 一卷淡淡的金光飘散而出 他用神石扫过剑囊之中 发现一颗淡金色圆珠 正静静地躺在其中 正是那颗虚空剑丸 剑丸之上并无任何受损的痕迹 只不过剑气比起先前 要弱上了步视一惊半点 柳鸣微微摇了头 从须弥界当中 取出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灵药 将其添入剑囊之中后 又翻手取出了一张 银光茫茫的腹路 轻轻地往剑囊上一拍 风 银似腹路化作一卷淡淡的银光 钻入剑囊之中 此番他是迫不得已 才动用了剑囊之力 也算是见识了其威力之大 只不过操控剑丸消耗的精神力之快 也是大大的超出了他的预期 虽然柳鸣感到惋惜的是 这剑丸在没有彻底 温养完毕前就寄出 之前努力可以说是前功尽弃了 如今又要重新温养 他单手轻抚了一下 剑囊荧光一闪的再次隐匿起来后 便一边打坐恢复法力 一边考虑着陨星矿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 柳鸣精神抖擞的离开了临时的洞府 足踩一朵黑云的破空而去 没多久后 黑云在某处其域盘旋了一阵后 很快便落在了其中一座光秃秃的山峰之上 黑漆一脸中 柳鸣身影闪现而出 单手拖着阵盘在扫了几眼后 就不再犹豫的一排腰间的眼魂带 一道黑漆一卷而出 一身黑沙国体的希尔 便翘生生的闪现在了其面前 希尔 接下来就靠你了 柳鸣淡淡的吩咐道 他已经探查过了 周围这一片山脉 可能是由于存在陨星矿的缘故 山石坚硬无比 寻常的土炖符很难炖入其中 更别说开采其中的矿石了 他思来想去 也只有依靠希尔的 土属性遁地天赋进行搜索 以前在天门秘境 希尔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放心吧主人 此事包在我身上 希尔黑黑一笑 身子一晃 顿时从其身躯当中 飞出一卷土黄色霞光 将身体裹得没入了地面 七天之后 一个坑坑巴巴的山头之上 有名屏风而立 手掌中心处是一颗拳头大小 通体闪着淡淡微光的铁青色矿石 一脸郁闷之色 金天赋所赐予的阵盘 仅能大致地感应到方圆近十里的位置 并无法准确地找到这陨星矿所在 幸好有希尔的特殊神通 几经周折下 最终还是找到了0078颗 大小不移的陨星矿石 最大的不过头颅般大小 最小的就和其手中的这颗差不多了 原以为此处有大片的陨星矿脉 结果发现仅仅是0033的几处 成品的陨星矿石也就找到了这么点 让其略微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低沉的蒙鸣声传来 柳鸣神色一动单手一个翻转 就多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传讯阵盘 同时里面传来了金天赋淡淡的声音 柳师弟在收到传音之后 请速速返回临时驻地 有钥匙要商议 柳鸣眉头一皱 将手中陨星矿收入虚迷界中后 一掐发觉 一朵黑云将其拖起 就往远处击翅而去 数个时辰后 太前门弟子临时驻地所在的山谷中 一道黑光拨开云墨地落下来 正是一路快马嘉宾赶来的柳鸣 哈哈柳师弟就等你一个人了 柳鸣刚刚走进山洞 球龙子哈哈一笑地走了过来 让诸位师兄久等了 柳鸣微微点头地说了一句 此刻的山洞当中 太清门众多弟子 以及欧阳倩姐妹早已经到齐 连同他在内一共还剩16人 今日将大家召集在此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和大家说一下 竟然已经到齐了 今天次便起身 两声地说道 鉴于进入这上街废墟内的 各大陆势力班杂 敌我难辨 废墟本身情况也是复杂难了 故而在我等进入此地之前 宗内高层与天公宗达成协议 两宗弟子间在废墟之内 不得互相争斗 此外在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前提之下 可以互相联手 共与强敌 甚至碰到任何一宗 单独难以获得的好处 两宗弟子也可以先联手将其拿下 之后在协商进行分配 今天次开门见山的说道 此言一出 菜场之人大多也明白了十之八九 要讲的事情多半是和天公宗有关了 柳铭文言却不由得想起了 此前在涨起沼泽中 捡到的天公宗弟子的储物手镯 里面还有一个真丹静的傀儡 若是被天公宗弟子知晓 说不定还会招惹一些麻烦 前几天休整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封天公宗传来的消息 说是某处遗迹之中 存在有一件对天公宗非常重要的宝物 他们此番竟有着废墟的任务之一 便是找到这件宝物并带出去 但此消息不知为何竟走漏了风声 加上天公宗在前一段时间探寻宝物过程中 死伤了一些弟子 只靠自己的力量取宝 把握不大 于是传讯给我们 希望派出强者联手共同前去 事成之后 天公宗愿意付出等至于这件宝物一半的 其他珍惜宝物作为代价 按照天公宗所说 这个遗迹位置离我们现在所在稍微有些远 所以我和求师弟一番商议后 决定让求师弟与未受伤的弟子 扔留在此处寻找宝物 我带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同门 去天公宗那边走一趟 顺便看看能否有一些其他的机缘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此次过去肯定会有不少风险 所以全凭自愿参与 诸位师弟还需谨慎考虑一下 半天之后我们就出发 今天次缓缓地说道 在场智人文言互相看了一阵 一时间却没有人说话 感谢收听摩天